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俗语有说千里恩怨一善天 无缘对门不相识 传说中男女之间的恩怨明明中都是由上天所注定的 而负责这个差事的就是月限老人 亦都被称呼为月老 他就是负责掌管男女恩怨的神 月老就会根据男女的性格、条件、善恶 他写上一本恩怨明冊 然后就在男女的脚上绑上一条红绳 将他们背成一对街牛 有关于月老的传奇 最出名的应该就是唐代韦固的故事 话说有一晚韦固行街 就见到一个老人家在月光底下看书 而在他旁边还有一个大布袋里面 充满了很多红绳 韦固就好奇就问了 伯伯你看的什么书 这个伯伯就回答他 我在看一本记载着天下男女恩怨的书 而你的恩怨 就在你的北方前面一位小女孩 现在三岁十四年之后就是你们的分歧了 韦固听到之后就很生气 立即叫他的仆人将这个小女孩杀死 怎知这个仆人向着这个小女孩挥刀之后 就以为将这位小女孩杀死了 很害怕就立即掉头走了 那就过了十四年了 韦固真的在这个时候娶了一个太太 而且他的太太还是非常漂亮 只是在微心中间就多了一道巴行 世文之下才知道 原来今天的妻子就是昔日的小女孩了 韦固终于都明白原来恩怨真的由上天去注定 而他和他太太也更加珍惜这一段恩怨 很恩爱地生活 在杭州西湖有一个月下老人词 上面有一对非常出名的对联 写着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 事前生注定是莫错过恩怨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段非常好的恩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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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